那么王奶奶为何要在老伴去世后就开始针对儿子呢 这其中的最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给了母亲两千块钱 为这事他寄给他 我白仰你 你把钱都给你骂了 实际说的就是为了我小弟弟一共给了我两千块钱 给他给我母亲两千块钱 他把这事为这事还上班还告过了 他太让我伤心了 就我说你上班 两头顾着 我没瞎我花过钱 你还要我怎么着 你亲儿子呢 其实早在老马十二岁的时候就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病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童年乃至这个家和他的整个人生 便就此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我们给他这病还账呢 还了二十多年 我们一点积蓄都没有 他本来就没想到我能活 肉肉一般都活不了 邪子院也挺大 当时说他自己都活八个月到一年少命 当时这种种族已经是上海做一个 跟我一样 他活两个月都活了 这种种族相当 北京可能二十多年到现在一共做到十七里 生存率特别低 几乎就没有生存率 我就活了 别人要看了这个病人 别人要看了这个病人 别人要看了别的医院去 你是你吧 他不可能活着 就这种种族 都这样了您 他我就活下来了 老马呀 从十二岁做完手术之后 就一直啊 每天算着日子 对于当年医生给出的诊断 老马能活到现在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说白了 那就是活一天 他就赚一天呢 就是拖着这样的病重的身体 老马呢 一直坚持工作了三十四年 我都现在我心想起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了 我修过铁路 我好多事我都没见过 我都我干过 别人都不相信 修过铁路 我修过铁路 我修过铁路 哦 在这帮工厂干过 干过 修过木工 回来以后 烧过锅炉 干过板斤 最后就是把工销 不能想着你 你能想着你 你能吵死我 五十八年来 老马就是靠着自己完全的毅力 支撑着活到了现在 当然 这其中也少不了王奶奶当年对老马悉心的照顾 老开时候奶奶是不是一直在